欢迎收看有话好说 我是叶明兰 全民关注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明天再度排入了立法院的会程 那是不是会闯关过关呢 今天卫生署长杨志良说 下班前一定会提出一个折中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 要100分是没法度 不过会尽量做到让大家来满意 那本来呢署长也是要亲自来到节目 来亲自做说明 不过下午临时取消了 改由健保局的局长来代表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为您介绍 今天的参与讨论的来宾 第一位是肖基会董事谢天仁 谢律师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健保局的局长 代局长代局长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公平税改联盟 召集人王荣章 王委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现在呢就是署长的这个版本 是不是已经提出来了 首先就要请教一下代局长 我们想知道的是 现在所谓的设算所得 目前的状况是明天的版本里面会出现 现在好像有个消息说 其实已经拿掉了 这样子 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目前署长还在加班 所以他没办法来到这个节目 那事实上也是慎重的在衡量 这个设算所得 是不是要保留 那么这一点要先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 目前我们参加的全民健康保险 不管你是用第几类的身份 参加全民健保 譬如说我弟媳妇他没有工作 那我弟弟他有工作 那这时候呢 我弟媳妇跟他的小孩都是用了我弟弟的投保金额再加保 所以这个设算所得其实是现在的制度就有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跟大家报告 第二点呢 跟大家报告的是 原来呢 我们在法案讨论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法案讨论已经很冗长 已经好几个月了 那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度呢 曾经说美人的基本负担费 那时候叫做下限 大家似乎不怎么赞成 因此就回到了来想说 是不是要比照现在 还有一个社会保险的投保金额的这种概念存在 那当然这几天讨论 似乎大家比较赞成是 凡是参加这个社会保险的人 都至少要交一份保费 那这个基本费呢 是要存在的 那所以现在 我们今天呢 大家讨论呢 就是很想听听多一点的人讨论 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讨论 或者等一下观众朋友 扣印进来 大家的意见如何 这些都会变成 未来 两个朝野党派立委的 版本的参考资料 市长我们可不可以先来看 就是说以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是一个两人家庭 那这个先生月薪五万块 那太太是家庭主妇没有所得 所以他现在的一个健保费呢 大概是收1569 那如果是在二代哦 如果有设算的话 是不是就是他本来先生五万块 然后加上太太 17280 然后暂定费率是2.7 所以他们要收1816 但是如果没有设算的话 就是只有先生的五万块 去乘以2.7 那就是1350 那这个差别就是 如果没有设算 他就是会少247块的健保费 那如果有设算 就是多了247块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算有没有错 是 我来跟大家说明 其实刚好主持人准备的材料 跟我准备的例子 很满相近的 像我这一份资料呢 就是那个先生月薪是五万块 那么那其实他太太 没有其他的收入 那家里也没有其他的收入 以目前来讲 他会用目前投保金额 是五万出头一点 五万零六百块 去算他的保险费 所以现在先生也要交七百八十五 太太也要交七百八十五 他两个小孩也要各交七百八十五 所以总共呢 全户的保费是三千一百四十块 可是未来如果有二代健保的话 如果二代健保的话 那先生因为他 我们就一项一项收入来算 先生因为有月薪五万块的收入 假设到时候的保险费率 真的公布是百分之二点七的话 那因为先生的收入就会变成有 一三五零 一个月要交一千三百五十块 那这时候太太呢 有设算的话 是用那因为他没有工作嘛 可能用国民年金的投保金额 来设算的话 太太要交四百六十七块 那小孩呢 因为还没有到二十五岁 所以不交钱 所以这样全户来讲的是 一八一七元 所以以全户来比较 全户来比较 现在的制度 对这个家庭而言 是三千一百四十块一个月 未来的制度是一千八百一十七块一个月 那当然现在的增值点是在说 这个太太需要做国民年金的设算吗 增值点在这里 但是这个会影响 假设说这个太太的国民年金设算 我们如果不做的话 我们不然就是负担率会提高 费率可能会提高 那当然这个将来法案通过什么条件之后 未来还有个冗藏的精算 跟核定的过程 这整个核定呢 包括由全民健保的委员会 他们去讨论审议 经过卫生署 将来是卫生福利部 卫生福利部的审定 OK了才报行政院去核定 这每一关都是很严谨的 是 谢谢 所以就是以刚刚局长您提的 就是其实他不管有没有设算 其实都会保费会大大的降低 这是这样 因为有人降低 因为我们整个想收入是平衡的 所以有人降低一定有人升高 所以这个我也倒是要讲清楚 这个家庭降低 那一定有别的家庭增加 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加在比较收入多一点的家庭 或者是说他一个人赚钱一个人用的这种家庭 那么如果一个人赚钱 他其实还要抚养父母 或者带小孩或者有配偶的话 那我们希望他是比较减轻负担的 那我请问一下谢律师 您看现在这个二代健保法有加入试算的部分 现在我们听这个局长这样子讲 我们会觉得试算所得放进去还是公平的吗 我想钢石修法的精神其实叫加护所得 那现在经过 比如说本来临时会要通过 那民间团体有意见 那后来决定12月7号可能要删读 那在这中间其实开了很多次的公厅会 但是公厅会里面 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设算的所得换在里面 也不知道有一个甲乙案出来 那我们是认为说如果从程序上面去看 如果你的制度有任何适度的修改 其实也应该跟民间团体本身在交换相关的意见 不然大家本身你突然这个立法的时候再丢出来 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你这样的话你原来开的所谓的公厅会的意义是在什么样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好像卫生署从这个二代健保相关法案本身开始 对外公开比如大概4月份开始 到现在整整超过半年的时间 好像这个对外沟通始终都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既然你要开那些公厅会 是不是你有相关的意见就要在公厅会里面 大家提出来大家讲 本来只有家务所得很清楚 这个家务所得多少 那其他的见口就不太去论 他现在又弄一个甲案跟乙案本身 那这个涉及到见口论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说他的基础事实上已经变动 那变动了以后到底对原来比如说单身 或者是新婚的夫妻 或者是见口数比较少了 到底他的汇率实质上降低多少 都没有这些比较相关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法案本身 在立法院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会跳起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国民党籍的杨立网杨委员事实上很认真 在整个公订会里面无意不已 他了解的东西相当的特色 但是到最后他的感觉跟我们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的相关的汇积 还有你的汇率到现在都搞不定 然后你现在又在立法的时候 公订会都结束了以后 又丢出来夹一案 然后又有一个所谓民间所称的心理所得存在 我认为这个事实上是 卫生署应该要好好检讨 但我们要讲的 他这样失算的结果我们认为原来单身 还有见口数比较少 他的不公平能然存在 这些东西我认为卫生署没有去面对 对不起这些年轻族群 那消息会认为说 我们不是只有刚开始要健保 我们一代已经有了 已经要进到二代 大家既然已经进到二代 知道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我们在二代就要让他更公平 比如说以我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二代健保法 可能大概顶多充其量 勉强算六十分 以我们杨智良杨署长的这些 健保上面的经历 他六十分这样他对得起全民吗 我们认为可以尽量拉到八十分左右 尽量求其公平 其他那些让位我们先不要讲 连公平性的东西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们认为确实是应该要好好检讨 于是您所谓六十分 到底是哪些扣分的除了设算所得之外 当然我们认为他的家户所得 或许比原来的一代健保本身 他的那个很繁杂 老实讲在某一种公平性上面是稍有有一点提升 但是他又创造另外一个不公平 比如说他们常常讲说照顾到弱势族群 我要讲的 如果你是最高薪资18万2000的话 我跟你讲如果他的建国数多 他还是受益的族群 怎么会只有这些其他建国数少的弱势族群 他受益呢 反而他的薪资是低的两三万的 他建国数少 单身或是刚结婚的年轻族群 他是相当弱势的 反而他是怎么样 他保费比原来一代健保 增加快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超过一倍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 他有调整的空间 是那我请问一下王伟员 我们前两天在节目也提到了 这个赦算所得 现在这个卫生署 有点算从善如流了 考虑拿掉了 那您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 我想这是争议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目前刚刚局长所做的 就是说说明里面的话 目前考虑 那然后但是是不是会真的做到 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里 我要先做一个原则的说明跟澄清 基本上面站在团体的立场 我想不管是 独保盟或者是税改联盟 我们基本上面都支持 二代健保的精神跟方向 因为他相对于 就是说目前的健保里面的的话 就是说他的精神跟目标 是相对公平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的情况里面的话 如果就是说我的收入是十万 我的家庭里面的倦口 通通都按照我十万的等级 来征收保费 但是就是说有另外一家人 他先生跟太太两个人工作 薪水各五万 那结果就是说 夫妻两人还有他的子女 就是说家庭人口 全部都按照五万的等级 来科增 就是说他的健保费 但是家庭里面所有的收入 一样是十万 两个家庭可运用的所得都是十万 可是在健保费缴交上面就不一样 那我们认为那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面支持这样子的精神 以加护总所得 那这里面现在的情况里面 其实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 这个总所得怎么算 什么算什么不算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以目前 就是说我们卫生署还没有在做调整 我们目前署长还在加班仔细的思量 然后计算思考的情况 就是说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公布的情况里面是 我们有一些所得不算 这里面包括我们也在讲资本利得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薪水所得 我们的薪资所得 奖金加班费等等 通通都要算所得 在寿星阶级来讲 乃至于我的资钱费 我被公司资钱了 我的资钱费都要算到所得里面 就是说我所有的钱 只要就是说公司发给我的 通通都算进来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说特别是用钱赚钱的钱 不用算进来 我想我们不是说 要在这一次的健保里面 去搞定税制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盼望 也没有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问题 不可能在健保里面去处理到 那只是就是说同样的 就是说那单独来看嘛 就是说把所有 就是说放进 放进口袋的钱 大家通通都拿出来 当作飞机来计算 可是不单如此 就是说他说科不到的不科 那科的到的呢 也不科 像退职所得也不科 那相反的 就是说这些人没有所得 像刚刚就是说 局长再次就是说计算的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手版上面的 就是说这些资料 那17280是没有看见的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 国民年金里面的话 之所以有17280的设计 当初就已经知道 他们是没有工作 没有工保 军保 劳保 农保的人 所以才加入国民年金保险 他没有收入 但是为什么要算一个17280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当初说服我们的原因是 为了将来国民年金保险 跟劳保可以衔接 所以把基础做在一样 那但是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衔接都没谈上 马上就说把它算进来 那这样里面的话 刚刚的就是说情况里面 局长的举例里面是说 太太保国民年金 那然后所以这个保费会降 然后两个小孩 然后没有所得 但如果这两个小孩 是在25岁以上 他在研究所 还在就是说读书 那他们也会被算17280 那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我有一个父亲 他然后也是我的抚养 受我抚养 那他如果是一个老农的的话 就会被算一万零两百 这样子加总的就是说情况 然后不同 但是相对的 然后就是说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同事 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他也跟我一样赚五万块钱 但是呢就是说 他的小孩都已经毕业了 好那然后自己单独 然后他就不算在里面 他自己在缴保费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他的父亲或者是说 甚至于到包括他的母亲 是军公教退休 我们不要说周休一日月领七万 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说 我想五万块钱的这个部分的话 月推奉 事实上是不是极端值 我现在讲的都不是说 我们鸡蛋里挑骨头 就是说有评论讲说 团体故意去找那些极端的 特殊的案例来讲 那个是很普遍的 那他们在 就是说他们的退职所得 他们的退休金里面 月推奉的这个部分的话 不用算进来 那就会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既然要讲的是 如果曾如署长所说的 二代健保之后 有六成的人保费下降 那他下降的钱 一定是四成的人吸收 还有我们要增加 健保的就是说 支出的费用 那所以就是要再往上加 这些他降的钱 还有我们往上加的钱 都这四成人来吸收 那我们就要看 这四成人是什么人 如果他是所得最高的 全40%的人 我想这个社会可以接受 那第二个公平 但是如果不是 他是后段班的 后60%的话 社会能不能够接受 是 为了我们现在先暂停 就是我们现在要先来看 就是说今天在立法院 其实大家就针对说 明天到底二代健保法草案 会不会再度的闯关 那整个一个 今天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来看VCR 不过呢等一下之后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表达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则VCR 有关全民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原定周二要在立法院三读 但因为朝野立委没有共识 最后决定包括废率 废机在内的争议条文 全部都搁置 外界抨击二代健保不公平 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 在保费计算 尤其是所谓的虚拟所得 对此杨志良 在行政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过去说明不够 导致外界对二代健保有许多的误解 他认为虚拟所得这种说法 根本是把二代健保污名化 杨志良透露新修正的版本 所谓的虚拟所得正式名称叫做设算所得 也打算纳入立委的建议 国民年金给付可以考虑 不列入加户总所得的保费计算基础 保费的计算或费计算 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 别的国家也做不到 但是这一方面的考量 我们会尽量 想办法把它某种程度的涵盖进去 所以我们这个 因为明天要审法案 我们尽可能会在今天下班以前 把它提出来 杨志良表示 保费往下降 大家都很高兴 往上调 大家都有意见 但健保不能倒 这是必要之二 外界关切他个人去留的问题 杨志良则表示 现在还有机会审查法案 他不适合讨论这件事 记者综合报导 我们继续要请教局长 就是关于退职所得 大家说退职所得 其实他也算是收入 因为每个月你可以收到退休金 军公教可能就我们的了解 刚刚王委员提到了 其实五万可能是一个平均值 不是极端值 那这些收入不算收入吗 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就没有把它纳入 加户所得里面 OK 这边我可能要讲一下 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 是跟着所得税的课征 所得税的课征 它是有退职所得 只不过是退职所得 它是定一个门槛 多少元以上的退职所得 所以这一点我要特别成绩 原来我们就有退职所得 第二点如果大家问说 这一次的二代健保 跟原来的一代的健保 这是这一边薪资所得 这是一代健保的时候 只有薪资所得 二代健保希望除了薪资以外 利息盈利所得 执行业务所得 股利财产交易所得 租赁所得 当然这里面也有含 因为所得税有退职所得 有退职所得 是本来就有的 那现在大家的问题是说 要汇积大一点 那当然如果问健保局的话 当然汇积越大 我们是越不错的 本来的退职所得 是多少金额以上 有下限就对了 本来的退职所得 是因为它会跟着 所得税的一些公布 譬如说今年的所得的 免税额是多少等等 所以退职所得 以最近的一次的资料 是73万以上 73万以上 所以本来就有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社会要讨论 可以讨论的议题 这是社会可以讨论的议题 对我们来讲是 当然你飞机越大 因为这是一个算数问题 飞机越大 它就 费率就越低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报告 的确沟通永远是嫌不够的 我们在上次 因为听了很多的意见之后 我们在有办了三场的说明会 三场的说明会 当时就有出来了这种 可不可能有什么其他方案的考量 才会有我们的理事长 讲到的是假案一案 但是这是一个考量 考量 我们的基本架构 还是没变的 就像这个一样 就是过去 这边只不过是过去 是写下信 现在是写 每人缴交的基本费用 至多四人 那如果超过这个全户的 基本保险费的加户呢 它是 还是按加户总所得 去成为一个费率的 是 局长我们现在要先来 接听一下观众朋友的意见 我们先接第一位台中吴小姐 您的电话 吴小姐请说 您好 我想建议说 那个政府是不是先把 国税局的部分 你所得税要弄的公平 你再来讲健保 因为你的健保是建立在 所得税上面 像军公教国 中国小老师都不用缴税 那等于我们要缴税的人 是被扒了两次品 而且这一次 杨书长一讲出来 我们才知道 原来因为血统的不同 我不是原住民 所以我们19岁以下的小孩 要缴健保 他一再强调 原住民19岁以下 55岁以上 是不用缴健保的 那我也觉得 按照血统来讲 也是很不公平 我们可以用另外的补助 但不要用血统 来让我们要缴税 好 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我们再来接土城 曾先生的电话 曾先生请说 喂 是请说 好 我很简单的几句话 第一个我已经有 我们全家 有三五年都没有工作了 那我现在还在缴 国民年金是最高额 那我现在还在缴 国民年金是最高额 那我现在有两点 简单的说法 第一个 请在二代健保通过后 是不是有关单位 能不能计算一下 自杀的人数会增加多少 第二呢 杨署长什么时候出病 请通告一下 我会把白报给他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再来接这个 台北伟先生的电话 伟先生请说 还是这样子 我觉得退职所得 不应该那个 纳入健保的那个 机关的收入 因为他退职的话 等于他已经退休了 这个是一笔退休金 而这笔退休金 他当初是 他在工作的时候 每个月的薪水 他都从里面扣掉的 扣掉以后 然后作为他退休 退休以后 给他退休养老用的 他已经没有工作了 拿这笔金金 而来退休用 那当然退休金 有些可能退休金比较多 他有可能是 什么优利存款 18% 但是也有些说 像那种劳保联金 他也是退休金 退职所得 可是他说不定 他只有一两万块钱 一个月 那你说把这一两万元的 劳保联金 也纳入这个退职所得 要课征这个健保费 我觉得应该是 说不过去了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再接泰山 吴先生的电话 吴先生您在线上 在线上 是请说 您好 那个主持人你好 你好 那么整个二代健保来讲 那么立志典的不平等 会让民燕吃 这个立志典一定要考虑到 那么所得税 所有收支 比如包括这个房地产 还有这个证件 什么 这完全是一种收入 这种收入不劣日的话 民燕不能营销 第二个呢 那么整个开销方面 什么在大陆也可以拿回来报销 怎么样 这管制的卫生室是不容这样做的 你没有管制的话 你没有结束的话 那么多少钱调多少都没办法 二代健保必须会到 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我们再来接台北孙小姐的电话 孙小姐请说 喂 第一点我觉得那个二代健保 它的那个利益是好的 因为我们觉得说健保不能到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那个政策应该要下乡 然后跟民众多说明 然后第三就是 我觉得加管 然后列入那个基本所得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没有那个工作 然后他们只是加管 第四点就是说 我觉得是不是所谓的不必 不需要的 比如说像医学美容 或者说有一些人是爱美美容 那种是不必要 他们要对他们是课征 多一点的健保费率 而不是说是加租在前面40%的人 就高所得40%的人的税率 或者是说让 很常去使用健保 很常去那个大院院 或者是各个医院去看那个 看诊的民众 他们要加重税率 他们要加重他们本身 那个健保的额度 好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局长可不可以针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扣应 是 那么第一个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军公教虽然在所得税 譬如说也不是所有的教员 只有国中小的 所以以下的 军公教虽然所得税有豁免 但是在二代健保的设计是全部把它找出来纳进来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绝对是把它找出来 把它的所得找出来纳进来 这是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说明呢 有关于现在保险费的负担率的部分 其实我们目前的负担率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有工作的人的负担率是三成 那么有些从职业公会的会员 他负担了六成 农民 种田的农民是三成 没有工作从地区人口是六成 其实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二代健保就是要把它这个部分弄公平 弄公平 大家都一样的负担率 那第三个就是对于原住民的补助 是原民会对于弱势的原住民的一种措施 他们在保险费还是应该要缴的 只是原住民委会对他们的补助 并不是全民健保法里头的一个说 区分 学 那再过来呢 刚刚谈到没有工作的这个朋友 没有工作的这个朋友 目前我相信您可能没有工作 可能从乡政市区公所加保 现在一个月呢 要缴的保险费大概六七百块 那未来二代健保的时候 不管走的是设算的方式 或者走的是美人基本保险费的方式 绝对是降低 绝对是降低 好 局长针对这个二代健保法的草案 明天会是什么样的版本出来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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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